MING PAO TORONTO 不知道大家對熱刺的門將諾里斯有什麼看法呢? 剛剛利物浦對熱刺 諾里斯比賽尾段犯了一個嚴重錯誤 令熱刺三分全失 事源是利物浦開出角球之後 熱刺解圍不遠 阿諾在左邊傳中去到尾處的Sara Sara頂入中間 諾里斯在想接又想撲之下 球就跌正在艾達韋列特的腳邊扭入網窩 當然就這樣看整個攻勢 角球解圍之後熱刺的整體散出去不夠快 留意簡尼頂出一刻 孫興文在最後 其餘就是丹尼路斯、艾達韋列特及查比亞 當去到阿諾傳中一刻 孫興文已經散到禁區頂 但丹尼路斯散得不夠快 還在12碼點附近 包殺越位 亦因為華湯間散得出去阻擋阿諾 令禁區內只有艾達韋列特有意識地留後防守 不過這球重點仍然是諾里斯的失誤 作為門將面對射門 或者傳中 或者任何向著龍門的球 一定要盡可能發力 把球有那麼遠、推那麼遠、打那麼遠 防止對手撿雞 或者好像這球 製造一些危險的機會 是一些很基本的意識 上次條迪基亞的飛機片 有比較過 諾里斯跟迪基亞 面對接近同一個角度射門的站位 諾里斯站得較近近處 所以輸了遠處 有人說距離不同 角度不同 情況不同 他比較就有點不公平 剛好今輪又讓我找到迪基亞撲較類似情況的畫面 就和大家分享下 這球迪基亞的球員在禁區邊射向死角 迪基亞勉強救倒 之後漏出底線 留意迪基亞撲那一刻 迪基亞的曉事已經準備好撿雞 所以如果迪基亞不是把球撲出底線 可能就會被曉事保釋入網 當然你可以說這球是考反應 哪有時間顧著球漏向邊 撲到已經很厲害 給多球大家看看 這球與諾里斯的球有點相似 當時屈福特傳中 Dene同樣在尾處設局中間 然後迪基亞反應很快地落地阻擋 重點是迪基亞是單手法力 把球有那麼遠、托那麼遠 然後隊友解圍 明顯見到迪基亞的手法力向上推 再看慢鏡 如果當時迪基亞好像諾里斯 似接非接 撲到球停在附近 可能已經被杜哥來撿雞 再看回諾里斯這球 如果他一心想把球解圍 手錘打走 或者雙手托走都應該夠時間 但他偏偏心大心細 不知想接還是打 那就出事了 門匠脫手失誤 往往都是在決定想接 還是不想接之家出事 最經典一定是歐聯決賽的失誤 所以同樣 不是想說迪基亞在這兩球表現有多好 其實只是門匠的基本 但諾里斯偏偏有時會在這些時刻做錯決定 輸些不應該輸的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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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